進入第八次江城會了 事實上ECFA是在人民欲公投 而不能表達意志的非法基礎上所簽訂的 ECFA是在不能表達人民意志的基礎上所建制的 所以它其實是非法的 那麼很快的 8月9號就要第八次江城會 多少台上的利益都不能夠被保護 多少台灣的產業受到損害 因此台灣團結聯盟在2010年提出要公投 那麼在上禮拜的聽證會上面 工程會的主委公然違法 他本身應該是不能夠主持會議 是聽證的另外一照 結果他就在上面主持會議 之後又不理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置 當天我就跟他提醒說 他們本來就應該要辭職以謝國人的 工程會的委員應該要辭職以謝國人 禁談台後的臉皮在那裡主持工程會 他否決了所有每次十萬人 甚至幾十萬人的一個提案 作為這樣的一個工程會的違法失職 我們今天到這邊來要揪局 把他們移送監察院